夏天沒讀書 那就秋天再讀吧 我們現在又回到了靈光站 為什麼又回到呢?請看這邊 我們現在要去的是 在5月25號的時候 開幕然後說 只會開180天的和平青鳥書店 那是由青鳥書店的創辦人 蔡瑞山小姐 她就是看到現在很多實體書店 越來越沒落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關門的那一天生意最好 她就想要開一個 直接就宣揚跟大家講說 我180天之後我就要關門這個書店 那希望在這180天當中 可以邀請到很多的作家 很多的名人啊 分享書啊 然後開放一日店員 這樣的活動 那希望這180天的 全部的經過之後 就是大家都會留下很多的回憶 我們現在要去找找看 她到底在哪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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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了和平青鳥書局 兩款回憶走路 她這個是青鳥書局跟達勇建設合作的一個案子 就是她本來其實是一個樣品屋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一個合作 然後花了五千萬 打造了這麼一個空間 這個是一個 他們一開始有講說 這是一個180天就會關掉的書店 大概今年的5月25號開幕 那我們計算了一下 大概11月20號那一天 就會是她的 最後一天 我們在裡面走走看看 它裡面其實還有一個小小的咖啡廳 也不錯 其實到處都可以瞎逛 然後還有二樓這樣 而且還有很多很多的裝置藝術 我們去瞎逛一下 我上網查了一下 就是他們想要營造這種 到處都是書的感覺 它不是像一般的書店一樣 就是會依照什麼分科去把它分開來 它就是想要讓你沉浸在一個書的世界裡面 就是用那種就是落差的方式 營造了一個三樓 二樓半 那一層一層一層分開的感覺 在那個什麼啊 日本建築 就是讓人家蓋一個很小的房子 但是機能非常豐富的房子 那個節目裡面有看過像這樣的設計 那它在那個捷運的靈光站 其實沒有很遠 走個兩三分鐘就到了 那會有很久 他們覺得好像就有這種 不溫馨的感覺 它其實就是各處都會有那種手寫的藝術家 然後在每個地方都會寫下來 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話 其實逛起來蠻舒服的 不過它就是兩個人的樓梯 從一個樓梯那樣走一圈 就可以把這邊邊走完了 我剛剛好像看到在裡面做的話 好像要消費一份餐點 很有趣的事情是 它的咖啡廳也在裡面 廚房也在裡面 單是點餐的地方在這裡 這裡面還有人機 你看 然後頭 然後 然後 藍色時間已經籠罩大地 天地間一片晉級 我點了鐵觀音歐雷 慶祝鐵觀音 來台100種類 然後我媽媽點的是 鳳梨百香烏龍 天地 天地 天日